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的帥狗願持利與你同在 好願意滿足各位的小慾望 那這次要聊的卡 也是觀眾提出一意不明的卡 1比 此卡首次發售於2000年4月20號 魔法的支配者卡包 就是那一包我之前說過了 有各式各樣強大魔法卡的卡包 那麼1比這張卡的能力如何呢 1比 地屬性等級3 昆蟲圖效果怪獸 攻擊力850 防禦力750 效果 這張卡被對手的卡片效果 從手牌捨棄到墓地時 給了對方1000分的生命值傷害 必須因為對方卡片的效果 從手牌進入墓地才能夠使用 那麼就是手牌抹殺等等這類卡片的效果 才能夠觸發這張卡的能力 那需要這麼多苛刻的條件 只能燒1000血 唉 實在是太少了對不對 而且顯得相當的被動 那麼這張卡在實戰中 有沒有發揮作用的機會呢 慘了 完全沒有 我剛剛灌了Youtube或是百度 用日文跟英文的名稱都查過了 沒有牌組可以使用這張卡發揮作用 而且更遺憾的是 比起1比 玩家有更好的選擇 那就是災惡之相 災惡之相的效果跟1比很相似 但是他造成的傷害卻是2000 所以早期在遊戲王 Dulings有一套戰術 就是災惡之相 搭配暗黑界的 藍耳莉 藍耳莉的效果 死卡因為卡片的效果 從手牌送入墓地時可以發動 特殊召喚到對方的場上 那假如說這張卡是因為 暗黑界名的卡片效果 被送對方場上時 可以接著發動以下效果 選擇對手手牌一張卡 捨棄至墓地 他這個效果的寫法邏輯 可能有點詭異 但是簡單的說呢 就是強行把自己變成對手的怪獸 然後再強行送自己一張手牌下去 當藍耳莉出現在對方場上時 他就變成對手的怪獸 所以他丟手牌的效果 也會完美符合 災惡之相的需求 所以只要這樣丟兩次 4000分的生命值就不見了 在兩年前Dulings的事件呢 算是蠻強的戰術 所以一筆之下 一筆就是徹徹底底的 廢卡 一筆不明 但是他也不算一筆不明 至少我們可以知道 他這張卡要如何使用 只是有比他更好的選擇 一樣 就算是一筆這麼簡單的一張卡 在效果判定上 也是會有玩家出現不一樣的問題 會問官方 只是這次一筆問題相較就少很多 首先 這張卡的效果呢 並不是取對象的效果 而且他是必發 然後他發動的時間點 會在商判階段 再來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當混沌地龍中間職者的效果發動時 會把場上跟手牌卡全部送入墓地 這個時候 按理來說 一筆的效果是能夠發動的 但是官方給出的判定是 被混沌地龍送入墓地的話 一筆的效果是不會發動的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 因為捨棄跟送入墓地 是兩種不同的動作 那混沌地龍呢 他是把卡片送入墓地 並不是捨棄 在卡片敘述上的字眼就長得不一樣 這就有點感覺像是 外獸是被破壞 或是直接送墓是一樣的概念 一筆 這個名字真正的意思是 長春藤 長春藤呢 是一種植物 泛指五家科長春藤屬植物 為長綠灌木 葉成橢圓形狀 軟形 或橢圓狀P真形 開淡黃綠色小花 果實是圓形 黑色的 金葉皆可入藥 長春藤的花語非常的美好 他也時常出現在婚禮的現場 通常送長春藤呢 會包含以下的意義 忠實 婚姻 愛情 友誼 或是橫久遠 沒錯 這就是長春藤的花園 所以我們也會知道為什麼 他會時常出現在婚禮的現場 所以呢 綜合看下來 我們可以說 Evie啊 你的卡片種族是不是寫錯啊 你不應該是昆蟲族 而是植物族 好啦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全部留言 喜歡各位會喜歡 帥狗昨天還更新一支 特別ㄎㄧㄤ的影片 是神軒樓頭故事 那全都是我瞎掰啦 各位就是看得開心就好 如果沒看過 歡迎點影片的傳送門 你找到任何的地方 簡介啊 或是 這邊字卡 都有傳送門 可以直接穿過去看看喔 那麼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See you 中文字幕提供 之後 都在 hp 中文字幕提供 那些電影 中文字幕提供 配音 雜貌 強大 上 台灣 增弄 增弃 雲 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